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今天看到台塑集团十家上市上柜公司的股票 一开盘就全部跌停板 光是集团核心的台塑四宝 台塑 台塑化 台化跟南亚 一早市值就蒸发了大概有560亿元了 顾不得车子就停在红线上防盗气还大声作响 这位问蒋先生一早就来耗子 因为他很关心手中的台塑集团股票 光阳性死掉了 这会有影响吗 当然一定会有影响的 大家早上听到王永庆死了 我想说可能会跌好几天 台塑集团目前一共有十家上市柜公司 人称台塑十宝 因为股价稳定 一向是长线投资者的最爱 但是受到大家长王永庆去世的消息冲击 一开盘全部跌停 像是集团核心的四家公司 台塑跌停重挫了1.8元 南亚跌停下跌1.6元 其他台化台塑化也都跌停 合计一天市值就蒸发了560亿元 如果再加上其他相关电子厂 像是南科 南电 华雅科 福茂 台胜科 福茂科 全部跌停来算 台塑十宝市值蒸发了620亿元 其实这两年 王永庆去世的消息 就不断在股市当中传出 也成为股市突婴 放空打击台塑股价的武器 但是最后证实都是谣言 但是现在台塑大家长去世的消息被证实 许多长线投资人还是希望体质健全 还有接班布局完整台塑集团 相对抗跌的股价 能够尽快走出短线的阴霾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旭 培志 台报道